YO! 你听我说什么 哈啰 大家好 我想啊就是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都会有怀疑过自己 非常低落 看扁自己的时候吧 不巧的是就是前阵子 这种事情也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大家也知道我从韩国回来 就不像在韩国 那时候有一个目标 因为你必须每天上课 然后你学校有事情让你做 你会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回到台湾 除了一些些工作之外 其实闲下来的时间是蛮多的 我就会开始想一些 怀疑自己的事啊 加上周遭的朋友的影响 也渐渐的影响到我自己 过生日大家会不会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每年过生日 然后还记得你生日的人 跟还愿意给你祝福的人 每年都变得不一样 那些你以为真的真的会很在乎你的人 却好像没有那么在乎你 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然后今年 你刚好前任的时间就是 也是我过生日嘛 然后 我真的很在乎的一些朋友 我以为他们会记得 因为其实我 从小到大我没有 过什么生日派对那种习惯 我的生日我偏向于 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吃饭就好 我 我不知道我很容易尴尬 人家送我礼物我反而会觉得很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然后 也怕我那个尴尬的反应 会伤了别人的心 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非常隆重 或者说非常大的那种生日的感觉 你即使是在网路上 传一段话给我 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觉得人家愿意给你祝福 那是一种认同 但是今年生日可能就是 觉得我很在意的人 即使他知道是我的生日 他并没有选择来祝福我 因为这样子我自己就会很 很钻牛角尖嘛 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所以让人家那么的不喜欢我 就会一直开始想说 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让人家不喜欢 让大家那么的不想靠近我 就是那种感觉 会一直在自己的心里 一直到这一阵子 就有比较好一点 跟家人聊聊 跟朋友聊一聊之后 就觉得说好像其实放宽心一想 很多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人家这么做 错不在你 对 错不在我们自己 而是他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他可能已经跟你不再 在智和走在同一条路上了 也许你们曾经走在同一条路上 然后你们走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在那条路上 你们一起经历了很多 但是 到了这个路口 他选择右转 你选择左转 那你也不能强逼人家 留下来 因为你们各自有各自的路要走 也许以后走了一段了 大家还有可能在路口见面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当初 各自选了各自的路走 就真的这么的分道扬镳 可能初期的时候 我自己会这样想 好那如果你不理我 那我也不想理你 以后我们就不要有往来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别人这么对你 你不一定代表 你一定要这样对别人 每一个人的选择 都有他的理由 跟他的原因 然后也许他也有他的 不方便 不要把别人的行为 拿来怪罪自己 也不要拿来怪罪别人 就只能当做是 没有那个缘分 那我也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 在别人的眼中 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 不那么有自信的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 双子座的特性 就是 外表装得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坚强 然后非常的风趣 或是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敢玩 但其实内心是一个 非常自卑的人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变 我还是那一个很自卑的人 可能对自己还是没有那么有自信 不那么的爱自己 其实从去年底到今年这段时间 很多事情自己会去委屈自己去强求 去求全别人 但是后来我一直 不管从谁的口中 我一直听到一句话 就是爱自己 一开始我又觉得还好 就爱自己嘛 我打扮自己我 然后我买东西送自己 这就是爱自己 我到时候想的爱自己 是这么的片面跟肤浅 但是到最近 大家一直让我有一种灵感跟想法 原来爱自己是 要去改变自己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而不是 让自己成为别人 想要你成为的那种人 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我后来才领悟到这个道理 对 我那么累的去 伪装成别人 想要我表现出来的样子 那样子的 我并不会让你自己很开心 把一个念 其实大家都说 很简单 就是叫你转念 叫你放宽心 是你作为变好 嗯 没有讲的那么简单 当然我今天这样讲 里面也觉得说 拿完你讲的那么简单 我也是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快一年了吧 刚去的时候真的很有自信 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可是到中段开始就觉得说 自己好像什么东西都越做越不好 然后一直很没有自信 为了拍这支影片 我有先在IG上问问看 在他们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的我 那今天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的朋友们他们说了什么 那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个的朋友是说 吹龟油渣 那意思就是说最棒的女人 我真的很感谢她 因为她一直以来 不管我做什么都给我一些鼓励 也许我没有她说的那么完美 但是我觉得这个鼓励 已经是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我在别人眼里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 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你看像别人眼里的我 跟现在我自己想的我 就因为自己内心状态也不一样 所以就有所区别跟有所差异 再来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看我影片的朋友 她说 看你影片的观众路过 觉得你是一个很勇于尝试的人 而且生活非常的充实 喜欢的事情就会设立目标去完成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她讲的我 是我自己喜欢的我 就是我很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今天我出国 然后当地的文化 有些东西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去尝试的那种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有非常观察到我 我的个性是 我的生活我是听不下来的 我一定要有事情做 不然我会觉得很讨厌那种状态里面的自己 她说喜欢的事情 就会设立目标去完成 这是真的 像是不满各位说 我是大四上学期的时候 去韩国读书 但是我从大二的时候 就开始履历 开始做专案的接洽 跟计划的申请 我一直都弄到大三 要去实习的时候 跟韩国学校接洽 然后接到的时候 学校帮我送了申请话 然后我自己也跟韩国人这边申请好 因为我觉得 凡事都要先有准备 像我跟别人如果约出去玩 绝对不会迟到的那种人 最少也会提早半小时 或是二十分钟 十分钟到 因为我觉得 迟到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加上 你不知道你在去的途中 会不会有别的事情发生 可能塞车啊 可能我会尽可能 让自己找到就找到 一切的事情 我都会先准备好 比较谨慎一点点嘛 就是初心归初心 可是在时间遵守 或是说做准备的这一方面 我是一个 比较会担心 然后比较会 想要找一点点 做好一切的人 然后再来第三个 脖子 这么回答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就是这个学长 可能有点问题 你们眼中的我是怎么样个性的人 你回到我脖子 他很印象深刻 是因为我脖子开过刀 所以呢 这个回答 有点没有意义 再来下一个 这个同学呢 是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久 十二年的朋友 对他就说 除了傻还是傻 但是你真的很勇敢 很多 跟以前比起来 然后我目前希望你平安健康一切都好 我有跟我朋友分享 就是我最近身体的状况 跟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他说我勇敢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 对 我比起以前我勇敢了很多 小时候的我 比现在更自卑一点 我都是那种 在别人旁边当 柔柔 或当人家副手 就是有点像绿叶的角色 是可能人家是花我 永远都在旁边帮他捧花的那一种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没办法 像人家那么的耀眼 然后我没有那么有自信 就算受委屈 我也不太说 因为我觉得 反正 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的人 没有人会提 对所以呢 我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以前 然后到现在 我会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我遇到 我觉得很委屈 或者是我觉得 人家抹黑我的地方 我会愿意去解释 我自己会很有那个冲动 一定要去把事情说清楚 以前我可能觉得说 被误会就算了 他误会我那就这样吧 但是现在的我是 会很想去说清楚 而且我一定要直说的人 我没办法 假鬼假怪 然后拐弯抹角 或是说 明明很讨厌你 但是表面上跟你很好 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这也是一个缺点 因为做人不够圆融 所以交不到朋友 对 但是总比活在 谎言跟虚假里面好吧 这是对我来说 我是这样啦 我宁愿选择 来直往 然后愿意摊开来 相处的朋友 我也不想要 在非常假的伪装之下 这样子经营的朋友 当然这也是一个 确定也是一个优点 我也不知道 看大家个人去怎么评断 然后再下一个 别人眼中的我就是 这个也是给我来闹的 他说 被他们讲一讲 好像也真的蛮像的 再下一个 他留英文 好 always smile and give me so many powers a warm person 他看到的我 很常都是保持微笑的 给他非常多的能量 然后 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会希望自己 也是散播正能量 而不是负面能量的人 像我自己在IG 就算再好的朋友 或者说他在IG 限时动态 或什么 瘋狂发负面的文章 那种人 我都会直接取消最终 因为我不能接受 那么多的负能量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那个负能量 是真的真的 会影响到我的 而且 他真的会让我的生活 变得非常的烦躁 好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 蝴蝶效应吧 蝴蝶轻轻的拍动翅膀 周围所有事情 都会因为他拍动翅膀 而有所不同 或是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个负能量 一泡出来 他的周遭人 都会开始 被这个负能量感染 然后再一圈一圈的感染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呢我很不喜欢 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我很希望 我带给大家 都是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 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会觉得说 除非真的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或是什么 我很需要找人聊天 但是我还是尽可能的 不会把我 非常生气的负能量 直接发泄在社群媒体上 就算我要发泄 我会用比较滑稽的方式 把它用比较搞笑的方式 呈现出来 但我不希望就是 直接po人 跟谁骂一堆脏话那种 或是直接骂人家很难听的话 这种我不能接受 他说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我也希望可以成为很温暖的人 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跟正能量 希望啦 不然我还是会喜欢鸡婆 对 反正没关系 我觉得我想要做这样的人 我就会继续往这个目标走下去 还有一个朋友说 是一个很棒的女神 谢谢你 我也希望可以成为很棒的女神 只是呢 人一定不会有完美 所以一定要继续努力一下 他说 可爱死宝宝 我有可爱吗 我觉得我非常的滑稽耶 说实在话 蛮莫名其妙 然后蛮奇怪的人 所以 你们觉得我可爱的人 我真的还蛮怀疑的 不过还是很谢谢啦 希望 在你眼中 可爱可以 就继续保持下去 不要变可恨 你知道吗 好 再来下一个 你很努力生活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是很棒的人 很喜欢你 谢谢 我也希望我可以 把自己的想法 好好地表达出来 然后继续地实践下去 我现阶段的我们 我希望 像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 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这是现阶段的我们 最需要的 如果在我们这个年纪 已经遗失了自己的想法 跟实践的能力 我觉得 接下来的日子会很难过 那再来就是 好久没跟你聊天了 那你可以密我啊 这跟我是你眼中的谁 有什么关系呢 同学 好你可以密我了 现在来跟我聊天 然后再来下一个 潮 有眼光 有组件 懂规划 好笑 好玩 好相处 想一起出国 总之好喜欢 好喜欢品眼 谢谢你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你 对 我也很喜欢这位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 带给我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带出我比较 成熟的那一面 我觉得跟成熟 还有懂事 跟有想法的人相处 其实是可以互相影响 互相帮助到对方的 所以这就是 选朋友的重要性 我真心是这么觉得 好相处 我不知道对别人来说 我是不是好相处 可是 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人跟我讲说 他们第一眼看到 我觉得我是很凶的人 然后很不好相处 加上我个人非常的慢熟 所以我很难跟人家 融入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自卑感的关系 我从小喔 我去别人上去结账 我不敢看结账人的眼睛 然后我点餐 人家送东西来 我也不敢看人家的眼睛 人家跟我聊天 除非是很熟的人 不然我也是 不敢看人家的眼睛 然后我其实自己 有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去韩国的时候 生活的那一年 我觉得好啊 反正我现在周遭的人 都不认识我 所以呢 我就要开始改变我自己 然后我那时候 就有强迫自己 去别人上帝的结账的时候 我一定要看着 那个人的眼睛 跟他讲 我一直强迫自己 去跟人家对眼 所以我觉得 情况现在有 比以前好很多了 不过还是 回到台湾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又开始 就是有点点 不敢看人家的眼睛 但是我觉得 比以前好很多的啦 你看又有一个夯番薯来了 他说 很厉害 超认真充实自我的夯番薯 超认真充实自我 其实我也不是超认真 但是我是希望 我能充实我自己多少 我就尽所有我能尽的力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个性 不是那种很安与平淡的人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 觉得你是疯狂又贴心的女孩 好像没有人讲过我贴心欸 我觉得不算是疯狂 而是 我这个人 做事情 脑袋还没想好 嘴巴跟手就先做的人 所以我讲话也是 因为这样会伤到很多 话都还没修饰过 就会变得太冲动 这就是 大家眼中的我啦 其实跟我自己想的我很不一样 大家想的我都是好的那一部分 当然也有坏的部分 可能他们不好意思让我知道 但是呢 我还是很谢谢他们 愿意跟我分享 关于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我 这样子 我也有跟大家讲了 我自己所看到的我 就是非常的 没有自信 很自卑 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时候你要想想 其实别人眼中的你 还有更多美好的你 我觉得 一直以来都会有一种 我很真心的付出 我很真心的对待一个人 但是 我并没有 得到我所期望的回报 以前的我会觉得 我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世界上谁规定说 你要对谁好 谁就一定要对你好 他就一定要回报给你吗 本来就是啊 今天如果 有一个人好了 他对你好 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 那你要终模作样 回报给他嘛 大家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说 我觉得你对好 一个人好 是你自己想对他好 那你就不该求回报 如果当他不愿意 给你回报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责怪他 因为是你去选择 对他好的 所以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现在才觉得说 对啊 为什么 我凭什么要人家也对我好 我自己要对人家好 我自己要去在乎人家的 我凭什么要人家也来很在乎我 我必须告诉大家 人都会有这种时候 但是只要你不要掉进去 你要知道 在里面待一下 你要知道出来 不然你会很辛苦 而且辛苦的只有你自己 有时候你再怎么样去听别人跟你 安慰啊 给你开导 可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困在那个洞里面出不来 能救你自己的 只有你自己 最近也在IG上看到了一个韩文书 我还没去买这本书 因为这是韩国的书 然后我也想推荐给大家看 但是我怕大家看不懂韩文 所以呢 我就截取了一些些网路上人家分享的片段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做 如果我办告别事了 有谁会来 是一个非常 大家不会去碰触的话题 非常禁忌的话题 但是 我刚开始也觉得说 诶 怎么会在网路上讲这种 你办告别事谁会来 但是我后来看了它后面的内容 我觉得 好像是该这样去想一想 我办告别事的时候 有谁会来参加 一定是真正在意你的人才会来参加 他说 有时候你会因为人际关系差了 或是跟哪一位朋友有情上的挫折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 但是呢 后面它就有几个比较片段的地方 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去成为那种 大家非常憧憬的人 没有那个必要 有时候你可以 你也可以发脾气 你也可以随便说你想说的话 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 有时候你也可以随便乱哭 当你想说的时候你就哭 但是你要记得 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身边会称赞你 会安慰你 会保护你 会照顾你的人还有很多 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人 人有时候不一定要 一直要活在人家的期待之上 你可以偶尔做一个失控的你 这是他其中一篇 我不知道我翻译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所理解的啦 然后再来呢 另外一篇是说 在哪里都可以接受到尊敬的人 人们啦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不要作见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 你要记得 最爱你的人 还是你自己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都不爱你自己 谁还会爱你 对我觉得他这一个 你讲的非常的好 大部分的人怎么想你 大部分的人怎么看待你 大部分的人 眼里你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以你所喜欢的样子 去生活 今天呢 你也要活得像你自己一样 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的感触很大 我要活得像我自己一样 我要活得像我自己一样 我要活得像我所喜欢的自己 而不是大众眼中 所想要看到的我 所以呢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篇 你不一定要成为好人 你不一定要成为 让人家可以 有很多地方 效仿或学习的人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会有对我不满的人 但是要记得 在你身边 还是会有 愿意留下来 照顾你 然后守护你的人 我所看到的 他的书里面的一些文章 然后是网络上人家截取下来的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感触很深 而且我也很认同他说的话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我办告别式的时候 谁会来呢 就是一本书想推荐给大家 今天的话呢 影片大概就是这样 以后有意思 想要继续做这种 谈话系的主题下去 所以我自己有想了一个 我自己想要那个专栏的名字 叫做 YO 你听我在说什么 YO 你大家也知道我的 我的名字翻着韩文 韩国人叫我 名字后面有YO 你的都会讲 YO 你 有机会录了这一种 谈话性的节目了 节目 我这一部节目咧 我是脑子还节目 谈话性的影片 然后呢 我想要就把 这一种影片 可以继续保留下去 希望以后也有更多机会 跟大家可以分享 哎我不知道 反正大概会是这样的方向 然后想说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意见 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 好啦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 各位会喜欢 不知道大家那么冗长 又那么多废话的影片 大家会不会看 但是呢 还是希望各位 会喜欢 然后让那些 有跟我一样情况的人 能够有 接受到一点点的安慰 或是一点点的帮助 大家一起加油 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 大家都需要时间去调试跟调整 然后不管时间有多长 我都愿意陪着你们一起走 所以很高兴你们也愿意陪在我身边 然后去见证更好的我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下去 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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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